深夜 妖狱森林上空 一道宛如流星的红光 飞速从夜幕中化过 仔细一看 那道红光隐隐约约 透露着一位女子的身影 女子身形不稳 直直从夜空下 朝着树林中移动木质的房屋坠落而去 碰 的一声巨响 女子撞破房顶 坠落进了屋内 正躺在床上熟睡的宁夜晨 猛然惊醒 坐起身 错愕地望着从天而降 掉入她房间的女子 女子身披凤霞仙裙 银发赤童 浮白胜雪 眉目如晦 薄唇似英 美如画卷折仙 绝美的娇容 染着一层娇娇欲滴的红霞 如红玉般的美眸 似有春水荡漾 神色尤为妩媚动人 纵使见过无数仙子魔女的宁夜晨 都不由看呆了 忍不住多注视了两眼 从女子身上的仙裙 服侍看来 应当是仙界某一圣地的仙子 身份想来不低 难道她隐士的藏匿地点 被发现了 仙界派来围剿她的 不应该吧 她都躲在这里快百年了 隐匿措施 应该做的是 万无一失才是 况且 仙界应该莫胆量 来找她麻烦才是 应该只是巧合 怎么办 直接坐了她 再把她悄悄埋了 她可不想暴露了她的身份 正当宁夜晨犹豫着 该如何处理 眼前突如其来的女子时 女子一双春水美眸 也紧紧地注视着她 眼前少年面观如玉 样貌俊秀儒雅 身上竟还有重她 说不出的气质 没想到 人界中还有这样一位 俊逸少年 不对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她必须马上离开 寻找解毒之法 否则就要压制不住了 感受着体内 淫毒愈发强烈 逐渐蔓延全身 侵蚀她的心神 洛如荫面色潮红似水 美眸也愈发迷离 红唇吐出阵阵炽热的芳香气息 洛如荫挣扎地站起身 全身却异常软弱无力 刚站起身 身子一软 一不小心 栽入了坐在床上的 凝夜晨怀中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碰瓷 仙人跳 为了防止误会 体现自己 正人君子之风 凝夜晨摊开双手 没有触碰洛如荫的娇躯 只是诧异的低头 望着神情 愈发妩媚怪异的她 身为曾经魔戒魔尊的她 很快就认出来 洛如荫身上重的 乃是他们魔戒 赫赫威名的千魔淫毒 千魔淫毒是 利用魔戒各种淫毒草药 再加上妖戒黑胶银囊 银龙毒液 与九尾妖狐体液等 各大妖兽催情之物 炼制而成 此毒包含千种淫毒 无药可减 只要中了千魔淫毒 若是不能在 有限的时间内交欢 便会淫毒爆发身亡 看样子 眼前的女子 已经是坚持到了极限了 倒在凝夜晨怀中的洛如荫 也已经察觉到了 她无力 在压制体内淫毒 身躯愈发燥热难耐 全身软弱无力 当嗅到凝夜晨身上 雄厚的男子气息时 更是忍不住下意识 咽了口口水 全身发滚烫 洛如荫抬起动情的美眸 望向凝夜晨俊秀的面旁 清敏红唇 心中做出了决定 事到如今 也只能挤此人之身解毒了 这也是没有的办法 就当便宜眼前 这个烦人了 洛如荫一甩手 几根仙绳飞出 绑住了凝夜晨的手脚 让他躺在床上呈现一个 大 自行 先先玉手拔去了头顶上的金钗发簪 一袭银亮如银河的绣发 吹落臀肩 玉指轻轻撩拨 身上的凤霞仙裙 顿曲 肚都落地 一具诱人至极的玲珑郊躯 一丝不挂地展现在了凝夜晨的眼前 这又是什么情况 他是要被强暴了 他该怎么办 要不要反抗 线上等 很急 凝夜晨一时间 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这可是他宝贵的第一次 他虽然叱咤六戒数百年 但从未与女子交往过 秉承着 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剑速度的原则 他从未亲近过任何一个女人 突然被一个女人压在身下 除了有点小兴奋外 还有点小紧张 这可比他打上仙戒时 要紧张多了 他若是想要反抗 分分钟 就能从仙绳上挣脱开来 可这样一来 眼前的女子 就会因淫毒爆发身亡 虽然他本就 不是什么大善人 但想到如花似玉的女子 就这样身陨倒消 未免有些太过遗憾了 说不定他死在这里 还会暴露他的身份 给他带来麻烦 也罢 就当做一回好事吧 就是被绑着 有点怪怪的 毕竟他本人是没有这种癖好的 落如阴口土 诱人芳香 银牙一咬 辅身趴到了宁夜晨的身上 下一秒 脸上花蓉失色 胶蓉腾的扭曲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 吃痛而诱诱人的阴鸣声 啊哼哼 待缓了片刻后 屋内疼痛的胶银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阵阵诱人的阴提燕鸣声 在淫毒的加持下 屋内的凤鸾鸣提声 与喘息声 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 未曾停息 第四日的清晨 落如阴悠悠睁开双眸醒来 此时的他正赤裸着身躯 趴在宁夜晨的胸膛上 屋内四周一片狼藉 身下床踏 也不知何时早已坍塌 二人赤裸的相拥 躺在地上 回想起三日内的疯狂恩爱 落如阴煞事间羞红了脸庞 随后神情又转为落寞哀伤 他的身子就这样给了眼前这个凡人 落如阴抬起眉眸 望了眼熟睡中的宁夜晨 眼中闪过一丝绿色 缓缓抬起了御掌 他身为仙界一方女帝 堕入人界 尸身一界凡人 这是绝对不能传出去的 可在犹豫了片刻后 落如阴最终还是轻叹了一口气 放下了手掌 他是被他强迫的 又非本意 还救了他的性命 他怎么能恩将仇报 下次毒手呢 何况他与他也算是 有了夫妻之事 落如阴拖着无力的身子 爬起身 一挥手 披上了仙裙 临别前 再次走到了宁夜晨的身旁 目光柔情地看了一眼他 轻声叹息道 仙凡有别 这一切 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你我就当从未献过 说吧 落如阴轻点足间 一个闪身 从屋内消失 在他消失的那一刹那 宁夜晨睁开了双眼 坐起了身 嘴角无奈一笑 轻声呢喃道 只不过是一场梦吗 也好 他早就醒了 只是不知 该如何面对落如阴 一直装睡而已 见落如阴 悄无声息 选择自己离开 倒也算是如他所愿 如此一来 他继续当他的仙界仙子 他也继续过他的影视 逍遥生活 二人互不相扰 望着屋内四周一片狼藉 宁夜晨挠了挠头 好像有点过于激烈了 也不知道 他身体怎么样了 忽然间 宁夜晨又想到了什么 神色一惊 糟了 忘了做好避孕措施了 不过 他是仙界仙子 修位也不低 应当是不会这么容易 怀上仙胎 再说了 他回去后 肯定也会以仙力预防怀孕的 他应该不会担心 PS 境界划分 翠体境 通灵境 玉灵境 武灵境 天灵境 宁神境 化仙境 天人境 天神境 仙人 天仙 境 先王境 先皇境 先尊境 先帝境 决仙 十年后 妖狱森林 群山巍峨环绕的山林间 一座木制房屋 屹立在旷阔的山林之中 游位瞩目 庭院内 宁夜晨 戴着自制的墨镜 躺在一张摇椅上 手上举着一杯 鲜榨的鲜果汁 神情慵懒 惬意 伴随着摇椅 轻轻摇晃 惬意地享受着阳光玉 这才是生活吗 每天睡觉 睡到自然醒 没有人打扰 不需要去上学上班 也不用去打打沙沙 饿了就吃自己种的 鲜果仙草和灵药 没事还可以去吊吊 自己养在湖水中的鱼 生活乐无忧 相比之前 每天打打沙沙 去各界梯厂子相比 还是这样的日子 是他向往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生活了百余年了 也的确感到有点无聊了 这个世界没有手机 没食魔娱乐手段 每天重负一样的日常 百年时间也有点腻了 虽然有几个家伙 能够陪他说话 但又怕他怕得要死 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不禁让宁夜晨 又忍不住 回想起了十年前 那个以你梦绕的美梦 这十年来 只要一无聊 他就会忍不住 想起那个夜晚 那一夜的成长 深深印刻在了 他的脑海中 让他着实难以忘记 难道是他单身了几百年 寂寞了 宁夜晨不禁这般猜想到 否则也不好解释 为何他最近 总是会忍不住 回想起那个夜晚 当时他只是 想着就那女子一命 不想打扰他的饮室生活 并没有多想 这一下反倒是让他念念不忘了 不过 他连对方姓名都不知道 以后也应该不会再见了 宁夜晨摇了摇头 并弃心中杂念闭上双眼 既然决定了 要饮室 那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也就这时 宁夜晨忽然又猛地 睁开了双眼 有人来了 他的神识 清晰地感受到了一道 不对 是两道身影 正朝着他这里走来 竟然有人 能走到这里来 还真是少见 有趣 他在这里饮室百年 也就十年前 被那位女子闯入过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有人 找到过这里了 宁夜晨彭扶发现了 什么有意思的乐趣一般 嘴角微微上扬 拍了拍手 笼罩着木屋附近的结界 顿时消散 他倒要看看 对方是来干食魔的 茂密的树林中 一位身姿玲珑曼妙 容颜清晨貌美的女子 漫步行走在林间 女子脸色有些苍白 神色似有疲惫 在她的后背上 背着一个年纪不过三四岁 面容精致 如洋娃娃般 可爱漂亮的小女孩 小女孩留着一抹 乌黑秀丽的长发 婴儿肥的小脸淡 五官娇巧精致 瞪着林韵明亮的大眼睛 好奇地在树林四处张望 懦生生地 朝着女子问道 娘亲 咱们要去哪啊 夜夜不是说 想要献爹爹吗 娘亲带你去找你爹爹 洛如荫回过头露出温和慈爱的微笑 对着背上的小女孩 她的女儿说道 脸上虽然挂着和爱慈爱的笑容 眼中却是闪过一丝忧愁和担忧 时隔十年 她也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带着孩子 再次落入人间 来寻找那夜的那人 奇怪的是 她凭借着记忆走了这么久 逛了许久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当初那处木屋 难道她已经离开了 也对 对于一介凡人来说 十年已经算得是很漫长了 她或许早已搬离了这里 在某处已经结婚成亲了 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洛如荫忧愁的内心 再也难以掩饰地出现在脸庞 如果找不到她 她该怎么办 真的吗 娘亲 要带夜夜去找爹爹吗 洛红夜听到洛如荫 要带她找爹爹 立马开心得不得了 一下子就贴到了她的脸前 反复问道 嗯 去找爹爹 洛如荫见孩子这么高兴 也不忍破坏她的幻想 附和着笑道 心中对于到底能不能找到宁夜晨 她自己其实也没时磨把握 洛红夜开心过后 小小的脑袋产生了大大的疑问 趴在背上 歪着脑袋问道 娘亲 不是说爹爹 在夜夜出生的时候 就死了吗 啊 洛如荫一时语色 不知该如何回答 在洛红夜董事后 就时常拽着他 询问爹爹去哪里了 洛如荫当时骗他说在他出生的时候 爹爹就不兴趣试了 现在忽然又说 要带他来找爹爹 的确有点乖乖的 夜夜 其实 其实你爹爹 他还莫死透 洛如荫想破了脑袋 也只能想到 这魔一个借口解释道 洛红夜眨了眨卡自兰大眼睛 竟真的相信了洛如荫的话 天真可爱地问道 就是说爹爹还活着对吗 酿青 对 没错 洛如荫赶忙点头应道 本以为就这魔蒙混过关 却没想到 洛红夜又继续追问道 那爹爹为什么一直不来 找夜夜和酿青呢 是不是爹爹不想要夜夜和酿青了 说着 洛红夜红了眼眶 晶莹的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洛如荫吓一跳 赶忙降洛红夜 从后背抱入身前怀中 拍着他的后背哄道 不是的夜夜 你爹爹怎么会不要你呢 他 他 他其实受了很严重的伤 一直躲在这里疗伤 不告诉夜夜 是怕夜夜担心 这已经是洛如荫能够找到的 最合适的借口了 他总不能跟他说 他爹爹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有他吧 洛红夜对洛如荫的话 没有丝毫的怀疑 立马止住了泪水 小莲满是担忧 那爹爹不要紧了吗 没事了 没事了 洛如荫微微笑道 就在这时 洛如荫陡然停下脚步 神色变得无比凝重严肃 锐利的目光环绕灵间四周 有妖兽的气息 而且 气息似乎不弱 十年前他来的时候 还莫注意 这里竟然会有实力不俗的妖兽气息 以他如今的状态 不知能否应付 洛如荫单手抱紧了怀中的洛红夜 另一只手摸到了腰间的仙剑上 准备随时应对突袭 然而下一秒 四周隐约的妖兽气息忽然全部消散 像是四散奔逃了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气息怎么都消失了 难道是察觉到他的气息 害怕了 就在洛如荫疑惑之际 一座精致的木屋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不远处 奇怪 刚才他还莫注意到 那里有座木屋的 就像凭空出现的一般 洛如荫心中虽然充满疑惑 但看到记忆中的那座木屋 脸上还是不由流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找到了 就是这里 洛如荫抱着洛红夜来到了木屋前 怀着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情 轻轻敲响了房门 知呀 一声 木门被缓缓开启 请问这位姑娘找谁 宁夜晨站在门口微笑问道 不知为何 望着眼前的女子 心中不由产生了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 望着眼前记忆中的脸庞 洛如荫微微轻拧红唇 低垂着眼眉 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开口 犹豫了片刻后 试探着 倾起朱唇问道 你 你不记得我了吗 嗯 宁夜晨再次仔细端详了一番少女 墨发赤童 花容月貌 很熟 但就是迟迟想不起她到底是谁 她曾经见过美女实在太多了 以至于她一时间根本想不起她是谁 而且她隐世在这里许久 应该是莫人知道的才对 姑娘 你 哪位 想了半天 脑海中一一对照 也莫发现符合的人选 宁夜晨 只好尴尬地出言问道 洛如荫剑宁常理 真的没有认出她 脸上不禁浮现脑怒与失望的神色 忍不住娇声怒斥道 你 你这个负心汉 夺走了她的第一次 不说 为了宝霞这个孩子 她费尽千辛万苦 如今好不容易从仙界逃出 特意来找她 她却一点也认不出她 她知道 或许对凡人来说 十年时间 可能足以淡忘很多事情了 但对于宁夜晨 把她忘得一干二净的行为 她还是忍不住 感到失望和生气 宁夜晨一瞬间 就被骂猛了 讲道理 自她穿越到这个世界 成为魔界绝世魔尊 数百年来 她连个恋爱都没有谈过 怎么就成负心汉了 太离谱了吧 诽谤 赤裸裸的诽谤 姑娘 咱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会不会认错人了 宁夜晨再次问道 她觉得 眼前女子 一定是认错人了 骆如阴见宁夜晨 似乎是真的想不起她 失望地叹了口气 抱起了怀中的骆红叶 忧愿地瞥了她一眼 说道 她是你的女儿 你要对我和她负责 下话线 啊 宁夜晨惊了 这个讯息 简直太劲爆了 她忽然就莫名喜当爹了 宁夜晨低头望向 精致如洋娃娃般 有些怯生生 却又一直偷偷 打量着她的骆红叶 小女孩很漂亮可爱 有种莫名说不出的 亲近和熟悉感 她第一眼就很喜欢 可这忽然告诉她 是她的孩子 她一时间有些猛 她除了十年前 那阴差阳错的 一夜春情外 根本就没有 碰过任何一个女人啊 嗯 想到这 宁夜晨忽然一瞬间 明白了什么 指着骆如荫 惊讶问道 你 你是那夜的仙子 洛如荫见宁夜晨 终于是回想起来 含羞地点了点头 得到肯定的答复 宁夜晨更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不是吧 真的是她 洛如荫身上的修为气息 与之前相比 弱了许多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档次 曾经亮丽的银发 也变为了墨发 以至于她想了半天 也莫回想起来 完全没将她与那夜的女人 重叠在一起 宁夜晨实在想不明白 一夜春情过后 曾经的那位仙子 过了十年 带娃过来 要她负责 堂堂仙界仙子 以她的修为 甚至可能是某一圣地圣女 或是女帝 却要跑来人家找她 更让她想不通的是 修为越是高深 受孕仙胎的几率就越小 这是世人皆知的常识 有的仙尊 未了能够孕育仙胎 甚至同时每天不间断地努力 与多位仙侣耕耘数年 才有收获呢 她怎么就一发入魂了 这也就算 身为修士 只要愿意 随时都可以以仙力 防止体内受孕仙胎 她以为那夜过后 落入婴一定会防止 怀上仙胎的 毕竟她可是仙界仙子 一般是不能轻易孕育仙胎的 结果却是她真的孕育了仙胎数年 还将孩子生下 抚养长大了 她 真的是我的孩子吗 宁夜晨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地开口问道 她只是确认性地随口疑问 心里其实也已经有数了 不过 这随口拖出疑问 宁夜晨就立马后悔了 似乎这魔问并不太合适 果不其然 一听到宁夜晨这般话 洛如荫顿时没烧紧你 面色难看至极 咬牙切齿地娇声怒喝道 哼 你若是不想负责 我便带孩子离开就是 但你不要侮辱我与孩子 说吧 洛如荫毫不迟疑地转身离开 眼中闪过一抹晶莹的泪花 洛如荫趴在洛如荫的肩头 大眼睛依旧紧紧地盯着宁夜晨 在洛如荫的耳畔 翘声声地开口问道 娘亲 爹爹不要我们吗 一见到宁夜晨 洛如荫也莫名有种亲近感 他向来都是比较怕声的 但却一点不害怕宁夜晨 所以知道 他一定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爹点 洛宏夜这句话 落入了宁夜晨的心中 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心头不由一震 他堂堂魔戒至尊 绝不是那种抛弃弃子 没有担当的渣男 他做得起 自然也担得起 宁夜晨一个剑步 追赶到洛如荫的身旁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等一下 我可没说我不负责 哼 放开我 不需要你负责了 洛如荫气在心头 恼怒的 就要甩开宁夜晨的手 害怕伤到身位凡人的宁夜晨 他特意收着力度 用着很轻的力气 不过就算是收着力 也足以随便挣脱一个 成年壮丁的手掌才是 却甩不开宁夜晨的手 还不等洛如荫诧异 喉咙忽然一甜 捂着嘴猛地咳了几声 咳咳咳 一团鲜血 出现在洛如荫的掌心 交融也变得愈发苍白了不少 你受伤了 宁夜晨 一把捏住洛如荫的手腕 神色瞬间变得无比冷烈 我 我没事 放开 我 洛如荫想要挣脱开来 却发现 身体已经 没有什么力气 向前迈出一步 眼前一黑 身子一头栽进了宁夜晨的怀中 昏死了过去 娘亲 娘亲 洛红叶哭喊着拽着洛如荫的手臂 宁夜晨一手揽起洛如荫的腰间 将他紧紧抱入怀中 一手降落洪叶也抱入了怀中 柔声亲切地对他安慰道 别担心 有爹爹在 你娘亲他不会有事的 木屋内 宁夜晨降落如荫轻轻地放置在床榻上 手掌捏着他的脉搏 神色愈发冷冽 时隔百年之久 难得心中再次产生了杀意 仔细诊断才发现 他的情况比他想象中还要糟糕许多 经脉全身受损 仙骨被挖走了 就连心也没有了 凭借着一颗假心维持一命 后背上还有疏到伤口 微微渗着鲜血 能够坚持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宁夜晨心中不禁有些自责 看向洛如荫的目光也柔和了许多 他不知道这十年 他到底在仙界遭遇了什么 但是也能猜到过的 肯定很不容易 否则曾经堂堂一介先帝 也不会沦落至此 在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带着孩子来找他 而他还差点把他们母女赶走了 宁夜晨轻柔地俯过洛如荫的脸颊 掌心度入灵力护住了他的身体 保下他的性命 对宁夜晨来说 没有丝毫难度 但经脉受损 又失去了仙骨语心 他的修味 再想恢复曾经巅峰 可就难了 洛宏夜很担心地趴在床檐边 无声滴落着珍珠般大小的泪珠 很乖巧地不哭出声 女儿过来 宁夜晨收起冷冽的面容 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 朝着洛宏夜招了招手 想要开口叫他 却尴尬地发现 他连自己女儿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说女儿了 他连他老婆的名字也不知道 洛宏夜怯生生地踩着小奶布 来到了宁夜晨的身前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 乃声乃气地 弱弱叫了声 爹爹 这一声爹爹差点把宁夜晨的心都融化了 宁夜晨激动地一把 将小小只的洛宏夜抱入了怀中 轻轻抚摸他 小巧可爱的脑袋 女儿 你叫什么名字 洛宏夜 洛宏夜诺诺答道 洛宏夜 宁夜晨轻轻重负了一遍名字 将其记在心里 随后笑着对洛宏夜哄道 夜夜放心 你酿青已经没事了 不哭了啊 嗯 洛宏夜用力点了点头 又面露担心地看向宁夜晨 问道 爹爹 你的伤不要紧吗 啊 宁夜晨被问得一脸疑惑 他都不知道多久没有受过伤了 距离上次受伤 他都已经完全没影响了 酿青说 爹爹不来找夜夜和酿青 是因为爹爹伤得很重 所以才不能来看夜夜 是吗 洛宏夜期盼的目光 凝视着宁夜晨问道 宁夜晨一听 顿时就明白 应该是洛如荫 随便替他找了个借口 骗得女儿 无奈一笑 顺着借口说道 没错 爹爹一直在这里养伤 所以才没法去看夜夜 爹爹我可想 我们家夜夜了 见到我们家夜夜 爹爹伤一下子就全好了 真的吗 那爹爹 不会不要夜夜和酿青对吗 洛宏夜开心地露出了天真的笑容问道 宁夜晨心中泛起阵阵怜 将怀中的洛宏夜抱得更紧了些 轻抚着他的小脑袋 保证道 不会 以后爹爹会一直在酿青和夜夜身边 保护你们 嗯 洛宏夜开心地贴到了宁夜晨的胸膛上 双手紧紧揪着他的衣服 他终于找到爹爹了 夜夜 跟爹爹说说 你和酿青之前是生活在哪里 每天过得怎么样好吗 宁夜晨微笑问道 只不过 他的笑容藏着深意 他一定要知道 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人敢挖走他老婆的仙谷语心 还将他伤成这样 洛如荫天真的一位 宁夜晨只是好奇他与酿青的过往 开心地滔滔不绝诉说了起来 从他出生董事后 大多时间 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小壁橱里 酿青说 是跟他玩捉迷藏 让他夺吼 不要出声 只有每次当酿青回来后 他才会被抱出来与酿青在一起 后来有一次 他躲在壁橱里好几天 酿青都没有来找他 他太无聊了 于是就忍不住偷偷跑出去找了 被其他人发现了 然后他就被关到了一个漆黑的铁笼子里 漆黑中 一个人孤零零的 他那时可害怕了 有时候会有一些人来看他 但都在骂他是剑中 那些人看起来都好可怕 他不喜欢那些人 所以一直蜷缩着身子躲在角落 直到酿青再来找他 将他从那个漆黑的铁笼子里开启 带着他离开了 可是无论到哪里 身后都有好多人在追他们 那些坏蛋打伤了酿青 叶叶不喜欢他们 说到这里 洛宏叶抬起生气的小脸蛋 气愤说道 明夜沉听闻 面色冰寒凝霜 心中早已差点气炸了 真厉害啊 仙剑 连他的老婆和女儿都敢欺负了 从洛宏叶的话中 大抵能推测出 他度过了怎样的生活 洛如荫偷偷瞒着 所有人生下的洛宏叶 为了防止被发现 就将他藏到了壁橱中 哄骗他玩捉迷藏 直到后来被发现 他不得不打破天牢 强行带着洛宏叶逃出了仙剑 期间应该受了不少伤 吃了不少苦头 宁夜沉恨不得现在就冲上仙剑 把伤害他老婆与女儿的人全给灭了 但遗憾洛宏叶并不知道 他生活在仙剑什么地方 只知道 是个很旷阔 很漂亮的宫殿 这样的殿与穷楼 在仙剑遍地都是 根本无从处找 要不 把整个仙剑灭了 也不是不行 光凭骂他的宝贝女儿 是见重这一点 理由就很充足了 爹爹 你看起来好可怕 洛宏叶望着宁夜沉满是杀意的面容 缩着脑袋 有些害怕的懦懦说道 别怕叶叶 爹爹是在想 什么收拾那些欺负叶叶的坏蛋 以后爹爹给你出气好不好 宁夜沉连忙收起身上杀意 露出和蔼亲切的笑容 好 爹爹也要帮酿青出气 那些坏蛋总是欺负酿青 洛宏叶点了点头 气愤地攥起了小小的奶泉 放心 那些坏蛋一个也跑不了 宁夜沉揉了揉洛宏叶的脑袋笑道 心中已经在盘算着从哪里开始 看来是要出山一趟了 就在这时 躺在床榻上的洛如荫也没轻颤 缓缓睁开了双眼 苏醒了过来 娘亲 洛宏叶迅速飞扑进了洛如荫的怀中 洛如荫抚了抚洛宏叶的脑袋 眼神中满是怜爱和温柔 宁夜沉微微一笑 起身离开去熬药 带宁夜沉回来时 洛宏叶已经躺在了洛如荫的怀中熟睡 来 喝药了 宁夜沉端着药坐到床檐边 一手举着药 一手将洛如荫缓缓缓扶坐起来 虚弱的洛如荫连坐直都困难 只能倚靠在宁夜沉的怀中 对了 你 叫什么名字 洛如荫依靠着宁夜沉 声音虚弱而又不好意思地问道 是他带娃过来要求这个男人负责的 但他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宁夜沉 你呢 娘子 宁夜沉笑道 娘 娘子 听到娘子的称呼 洛如荫苍白的脸颊多了一抹红韵 神情也显得很是别扭 对于这个称呼 他感到很不习惯 曾经身为一方女帝的他 忽然被人这般称呼 心里总感觉怪怪的 难道不对吗 你与我有了夫妻之事 又有了你我的孩子 不应该就叫娘子吗 你也可以叫我夫君 宁夜沉厚着脸皮 很自然地说道 既然是他的女人 那从今往后 就是他的娘子了 虽然有些突然 但心里还是有种 突然有了老婆 又喜当爹的喜悦的 洛如荫被说得无话反驳 也就预设了宁夜沉的叫法 反正他恐怕时日无多了 就由着他 当他几天 娘子又如何 但让他开口称呼 夫君 他实在是做不到 本帝 我叫洛如荫 洛如荫下意识习惯性 想要自称本帝 但还是轻声改口 爆出了名号 他如今已不再是 仙界的女帝了 从这一刻 二人才算是真正的相识 宁夜沉微微一笑 摇起一勺 药汤吹凉 随后再送到了洛如荫的嘴边 娘子喝药了 啊 洛如荫没有急着张嘴喝药 而是望着怀中的洛红叶 神色沉吟一番 抬头郑重地对宁夜沉嘱咐道 如果我不在了 这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他想要趁现在伤势稳定 就将一切都托付给宁夜沉 他自己身上的伤他 最是清楚了 经络受损 挖骨失心 光凭凡人那些山药 别说治愈他的伤势了 根本毫无作用 所以他喝不喝都一样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先喝药 宁夜沉为了让洛如荫 尽快喝药 很是敷衍地说道 洛如荫对他的主妇 完全浪费口舌 因为他只要喝下药后 根本就没事 洛如荫见宁夜沉 回答的这么敷衍 皱起了真美 神色很是不悦和失望 他都已经是这个状态 在交代后世了 他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 你有没有听 嗯嗯 洛如荫正要开口 在说些什么 宁夜沉已是趁机将勺子 塞进了他的嘴中 他特意熬制的这药汤 就算放在仙界那些 是十分珍贵少有的 药效挥发 可是很快的 可不能浪费了 忽然 被强行喂了口药 洛如荫正要生气 忽然察觉不对 神情一愣 他能感受到 磅礴的药灵 在他体内扩散 游遍他的全身 浑身就磅礴 被一股暖流包裹 身上伤势 不禁转眼间恢复如初 就连体内的经络 也在以极快的速度 自行修复 这 这到底是什么熬制的药 为何会有如此磅礴惊人的药力 就算是在仙界中 他也从未喝过 如此药力充盈的药汤 人界中 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药材 熬制出这种药汤 这 这是什么药 洛如荫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啊 是我平时在山间 顺手采摘的山药而已 来 别浪费了 赶快趁热喝了吧 宁夜晨心里有些心虚 赶忙继续咬起药汤 味道洛如荫嘴边 他一个 凡人 弄出了一大堆珍稀的仙草灵药 的确很不好解释 洛如荫半信半疑 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林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珍贵的 山药 就单纯他尝出来的 至少也有好几种 千年乃至万年品级的仙药 不过 为了不浪费珍贵的药效 洛如荫暂且放弃了追问 乖乖的张嘴喝下宁夜晨 未来的每一勺药汤 他还是第一次这样被人照顾 对方还是个凡人 宁夜晨也很享受 这味药给过程 生活瞬间 好像多了许多的乐趣 洛如荫轻轻张开阴色的红唇 将药勺含入嘴中 贪婪的将药 少铁式的干干净净 一滴也不浪费 没想到 味药似乎也挺有意思的 洛如荫察觉到了宁夜晨的目光 疑惑的抬起也没问到 嗯 怎么了吗 没事 就是觉得 我娘子挺迷人的 宁夜晨直言不讳地夸赞道 无 无礼 这一击直球打的洛如荫 猝不及防 也不知时候要力的影响 脸颊染上了一层红蕴 轻抿着红唇又低垂下了眼眉 若是哥以前 他一定会怒斥对方无力之徒 敢出言轻薄他 再加以成见 但此刻心中 却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 倒不是特别生气 娘子 能跟卫夫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吗 又为了一口洛如荫后 宁夜晨趁机开口问道 若是能够从洛如荫口中得知什么线索的 也就方便许多了 洛如荫神色黯然 十分坚定 果断地摇了摇头 只有这件事 拜托你不要再问了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否则对你会很危险 洛如荫并不想让宁夜晨 掺和他的事 就算他知道了 又能如何 从他的身上 他没有感受到 一丝的修为凌厉 一介毫无修为凡人 怎么可能与仙界势力对抗 他不告诉他 就是不想让他卷入其中 遭受危险 虽然知道 洛如荫可能不会告诉他 但宁夜晨 还是不禁有所遗憾 如果知道 是仙界哪一方势力 他就可以直接来一个精准打击了 仙界神域广阔 大小圣地无数 神功宗门遍地 隐世宗族深藏 真要找起来可就麻烦了 看来还是得亲自上仙界一趟 喂完药后 宁夜晨缓缓将洛如荫放平躺在床榻上 拉起被褥 为他与洛红叶二人盖好了被褥 拂下磅礴药力的仙药 洛如荫很快就感到了困乏 陷入了熟睡中 身体也继续在吸收着体内的药力 宁夜晨心疼地抚了抚他的脸颊 随后起身走出了屋外 一跃而起 化作一道漆黑的神红直冲 九天云霄 人界与仙界之间的屏障 在这一刻被击碎 时隔百年 仙界 我又来了 极东仙玉 飞升交界 数到数十丈高大的飞升仙门 屹立在仙界云端之上 巍峨壮阔 气势如虹 这里是人界与仙界的交界处 也是人界飞升后 第一个到达的地方 在仙界各域 都有着相同的飞升交界之地 算是个仙界报道处 一旦下界有人飞升 飞升仙门 就会自行开启 数名身披仙甲的守卫 围坐在仙门一旁聊天喝酒 谈笑风生 你们知道吗 数百年前啊 魔界至尊业魔尘 率领魔界大军 进攻我仙界 整个仙界联合一统 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打得昏天黑地 日月无光 结果整个仙界 还是差点 都被那魔尊业魔尘拆掉 数十位仙帝联手 都莫能将那魔尊拿下 最后拆了大半个仙界后 那魔尊才率领魔界大军 信信离开 那是史上第三次仙魔之战 也是迄今未知 仙界受损最严重的一次 你们老哥我呀 有幸见证过那一次仙魔之战 还活了下来 一个身材较为臃肿的侍卫 常对着其他几位侍卫 会声晦色地讲解着 一百多年前 旷古绝经的仙魔大战 其他几位侍卫听得聚精会神 津津有味 如今仙界已经都不知道 多久莫发生过动乱了 安稳得不行 每天开门的工作不仅毫无意义 还无聊得要死 那 那魔尊最后怎么样了 怎么现在没有听到 任何有关魔尊的讯息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其中一个侍卫 举手好奇问道 其他几位侍卫 也有着同样的疑问 都等着胖侍卫回答 胖侍卫挺了挺将军度 得意洋洋地说道 据说那魔尊与我仙界 数十位先帝交手过后 就回到了魔尊 不久后就从魔尊中消失匿迹了 有人猜测 他已是受了严重的伤 不幸身孕了 魔尊故意压着讯息 不敢泄露 所以才再也没有那位魔尊的讯息 原来如此 那看来 还是我仙界更胜一筹啊 那是 我仙界 也是那魔尊萧小之辈 能够比你的 哈哈 众人一顿吹嘘 得意自豪地仰天大笑 对了 你还没说那魔尊长什么样子呢 笑完后 又一人好奇询问道 胖侍卫正要开口回答 飞升仙门忽然启动 并且产生了极为剧烈的波动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仙门怎么反映这魔剧烈 不知道 从来没有见过 所有侍卫目瞪口呆 连忙站起身前去检视 他们从来没见过仙门如此剧烈动荡的时候 就好像有人在强行打通仙门登上仙剑 是谁 这魔大胆 竟敢强闯仙剑 所有侍卫严阵以待 手中长枪齐刷刷对准了仙门 片刻后 仙门过载 灵光爆炸 掀起剧烈的云雾 一道身影越过云雾 缓缓从破碎的仙门口踏步走出 众侍卫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击碎仙门 纷纷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见到那人影出现后 立即提枪围了上去 领头的胖侍卫长鹤生怒斥道 何人 胆敢擅闯仙剑 破坏仙门 云雾消散 宁夜城的身影浮现众人的视野中 宁夜城环顾了眼四周 懒散地伸了伸腰间 太久莫来仙界活动活动筋骨了 差点没找到路 过了一百多年 仙界也是以前的鸟样 一点没变化呀 以前被他拆掉的也都重新修好了 真好 侍卫长大人 我们要不要上去把他拿下 一众侍卫虎视眈眈的注视着宁夜城 一点点的凑近 胖侍卫长却是呆愣在原地 全身止不住地打战 神色满是惊恐 就像是陷了鬼一般 是他 那个男人 他没死 又回来了 身旁的侍卫察觉到胖侍卫神色不对劲 凑上前敲声问道 大人 您怎么了 大家都在等你的命令呢 要不要拿下他 拿 胖侍卫长下的话语接吧 刚一开口 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侍卫就会议地点了点头 立即指挥身旁的众人上前 侍卫长有令 拿下 一众侍卫 立即持枪冲上前 宁夜城 冷眼瞥了一眼众侍卫 袖袍一挥 黑眼卷过 一众侍卫 还会发出任何声音 全部化为飞灰 他虽然现在不太喜欢打打杀杀 但若是主动招惹他的 他一个 也不会手下留情 哎 下令的侍卫 瞬间呆愣住了 在场 只剩下了他与胖侍卫长 胖侍卫长这才开口 继续说完了 未说完的话 拿 拿你个大头鬼啊 他 他 他就是那魔戒至尊 啊 侍卫顿时下得两腿一软 贪坐在地 宁夜城很意外 过了一百多年 还有人认识他呢 你认识我 宁 宁的大名 早已流传整个仙剑 小 小的一百多年前 有幸见过宁一次 胖侍卫常见宁夜城走来 吓得双膝跪地 颤颤巍巍的达到 宁夜城点了点头 露出一脸和善的微笑 问道 太久莫来过仙剑 天道地宫在哪来着 在 在那 那个方向 胖侍卫长颤巍巍的抬手 只向某一方向达到 一点也不敢隐瞒 在他看来 宁夜城脸上的微笑 就宛如死神 在向他招手一样 他只希望 死的时候 能像方才那些侍卫一样 没有丝毫的痛苦 多谢 宁夜城对着胖侍卫 尝到了声线 再次化作漆黑的神红 朝着天道地宫 飞驰而去 望着远去的宁夜城 胖侍卫常与另一侍卫 顿时瘫软在地 直接昏死了过去 天道地宫 穷华仙公 灵力仙界之巅 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殿宇 交相辉映 金光叶叶声辉 景象大气恢弘 这就是仙界九大巅峰势力之一的 天道地宫 宁夜城眨眼间来到了 天道地宫的上空 对着偌大无边的天道地宫 放声喊道 老东西 你应该还没死吧 没死就滚出来见我 话语伴随着摩音波 及整个天道地宫 地宫中的所有人心神脑海顿感 炸裂一般 纷纷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贪软在地 修为实力较低的 甚至直接蹊跷流泻 当场昏死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了天道地宫所有人一跳 竟然有人敢在仙界对天道地宫出言不逊 何妨小辈 胆敢擅闯天道地宫 对我地宫人如此无礼 一个身披金衣仙袍 神色气宇喧昂的中年男子 抱贺一声 从天道地宫的主殿飞驰而出 凌空二 立来到了宁夜辰的身前 见到宁夜辰的那一刻 天道长容 微微皱起了眉头 眼前的男子 看起来格外的眼熟 似曾相识 却一时半会儿 想不起来是谁了 嗯 你是谁 天道问天道老东西呢 宁夜辰 双手负于身后 望着天道 向荣医或问道 太久莫来过仙界 天道地宫都换了人 宁夜辰这幕中 无人的狂傲气势 纵使放在整个仙界 也没几个人 敢对天道地宫的人 这魔术话 天道长容 越看越感觉熟悉 渐渐记起了宁夜辰的身份 神色陡然骤变 是你 魔界至尊 夜魔尘 天道长容神色一惊 眼中惊恐万分 深藏在心中百余年的恐惧 在这一刻 再次被唤醒 百余年前 他曾暗中窥见过一次 与百余年前 魔尊姿太相比 如今的宁夜辰 看起来面色和善 与毫无修为的凡人无疑 所以他才一时半刻 没有认出来 不错 天道地宫 还有人认得我 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是前任魔界至尊 现在已经隐退了 宁夜辰摇了摇手 只就正道 夜魔尘 宁又擅闯先见 饶我先见安宁 伤我天道地宫 真当我天道地宫好欺负的不成 天道长容 心中虽然恐惧 但身为天道地宫如今的公主 稍稍定了定神后 还是宁眉对宁夜辰呵斥到 宁夜辰微微皱起了眉头 神情不悦 天晴了 雨停了 你们天道地宫 是觉得自己又行了 看来上次天道地宫拆的 还是不够彻底 哼 夜魔尘 你真的以为 这百余年 我仙剑没有丝毫变化不成 如今我也踏入了先帝之脸 为的就是 有朝一日报百年前 你回我天道地宫的仇 哈哈 天道长容 神色凌冽 伴随着一声幕吼 一声恐怖的先帝气息爆发而出 直冲云霄之上 庞然的恐怖 威压震碎了方圆百里的穷楼宫殿 无数人被压得趴在地上喘不过来气 稍稍有些实力的 也只能勉强抬起头 为自家天道地宫公主的威猛气 是纷纷喝彩 不愧是我等天道地宫公主大人 年轻一辈的天之骄子 仅仅只是百余年的时间 就已从仙尊踏入先帝为脸 我还是头一次 陷到地宫大人的全胜姿态 何等威武霸气 仙界之内 地宫大人的实力 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 哼 地宫大人发怒了 这下子可得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宁夜诚无奈地轻叹了一口 抬起漆黑深邃的眼眸 瞥了一眼天道长荣 手掌凭空轻轻一拍 一只百丈硕大的漆黑魔掌撕裂虚空 凭空从天道长荣的头顶按下 漆黑的魔掌覆盖了小半个天道地宫 包括天道长荣在内 天道地宫所有子民皆浑身颤里 无法动弹丝毫 碰 一声巨响 整个仙界为之颤动 小半个天道地宫 被碾为积粉 被魔掌压在身下的天道长荣口中 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体嵌入地面 只感觉浑身筋骨都断裂了 神色满是惊骇恐惧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 已经踏入先帝了呀 魏石魔 在魔尊的手中 却是像只小技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 一招他就险些丧命 既吃不既打 看来这天道地宫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明夜尘双手复立 踏空漫步而行 朝着天道地宫深处 淡淡喊道 老东西 我知道你莫死 你再不出来 我可就把你天道地宫碾平了 一个不留 我数三胜 一一 话音刚落 天道地宫深处 一道青色长红飞逝而出 身后数道颜色各异的长红 紧紧相随 一位先锋道骨 留着三尺白须的老者 匆忙赶到了宁夜尘的身前 随行而来的 还有天道地宫的数位 先帝级别的长老 太好了 天道老祖出关了 还有机位长老 也都结束闭关出来了 这下不用怕那家伙了 难不成 他还能一人 抗衡我整个天道地宫不成 天道地宫下 无数地宫弟子 都期盼得抬头 凝视着天际上的天道老祖语 数位长老 他们代表着 不仅仅是天道地宫的真正实力 也是先界巅峰实力之一了 老东西 你可终于舍得出来了 宁夜尘望着身为天道老祖的天道问天 淡淡笑道 天道问天望向宁夜尘 苍谋打战 神色下得比 天道长戎还苍白 这个杀神 竟然真TM的没死 而且他怎么 又回来了 哪个杀千刀的 把他招回来了 一回想起百余年前的仙魔大战 天道问天 浑身隐隐颤礼 如果可以 他宁愿举全地宫之力 去对抗仙界其他八大势力 也不愿意再碰上这个魔尊 最初听到天道地宫的动静 与宁夜尘的声音 他就隐约猜到了 是他来了 本想躲一躲过去的 奈何他再不出来 就怕整个天道地宫都要没了 怎么老东西 带着魔多人 是准备与我比划比划 正巧 一百多年了 我也好久没动手了 可以热热身 宁夜尘脸上露出灿烂笑容说道 二人交谈间宛如挚友 听起来的每句话却让天道问天不含而立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天道问天敢忙摇了摇头 赔出一个谄媚的善孝 天道问天见过魔尊 魔尊真是说笑了 我天道地宫 哪敢与魔尊为敌呢 啊 下话线 天道地宫下的一众弟子 都神情错愕地望着天道问天 心中信仰请客奸摊他 这还是他们见过的那个威严赫赫 说一不二的天道老祖妈 竟然主动讨好陪孝了 不知魔尊可否放下在下曾孙 天道问天望了眼魔掌下的天道长荣 见他还莫死 心里也松了口气 态度十分客气礼貌 曾经述十位先帝联手多默拿下这位魔尊 单单他天道地宫没必要与他过不去 天道地宫毁了就毁了 大不了重建便是 根基底蕴还在就行 宁夜晨瞥了一眼天道长荣 手臂一挥 百丈擎天的魔掌顿时消散天地间 老祖 你一定要为我天道地宫讨回公道 死里逃生 天道长荣立即跑到天道 问天身边指着宁夜晨诉说道 回应他的是一掌清脆响亮的巴掌 怕 不懂事的东西 冒犯魔尊的罪过 罚你闭关禁地百年 天道问天十分生气 天道长荣竟然还想着对魔尊出手 真的是生怕他不把天道地宫荡平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如果能动手 他还需要在这陪笑 天道长荣被山非百米 打得他一脸猛 嘴角寒血 他不敢相信 一向最疼他的老祖宗 会这魔生气地打他 百年前 天道长荣一直被保护 没有亲自与魔尊交过手 根本不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而天道问天 可是切身经历 深知整个天道地宫 都不可能会是他的对手 这一巴掌和惩罚 算是为了救他了 老夫宣布 废掉天道向荣天道地宫公主之位 将其打入禁地百年 来人 拖走 庶民侍卫上前将坐在地上的天道长荣拉走 宁夜沉见状 笑而不语 这无非就是做个场面给他看的罢了 这次他来找天道地宫 是办事的 不是为了灭掉天道地宫 所以也就算了 不然 他早就一掌拍死天道长荣了 不知魔尊大驾光临 我天道地宫 是有何要事 天道问天 拱手客气地询问道 此时他的心里 只想快点送走这位杀神 只要他在这 他的心里就倍感压力 地宫下的无数天道 地宫子弟 都越发惊恶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天道地宫的老祖宗 怎么说 也是先借数一数二的强者 何曾如此对人这般客气过 却在那位魔尊的面前如此卑躬屈膝 甚至不惜主动出手 承接了地宫现任公主天道长荣 将其关入境地 我今月前来 是想让天道地宫帮我做件事 宁夜诚淡淡说道 不知魔尊有何吩咐 天道问天 疑惑问道 什么是能够让这位魔尊百年后 再度现实 我要你与先借其他八大势力 在先借找出所有有关一个 叫洛如荫的女子资讯 尤其是他所属的家族势力背景 明白了吗 宁夜诚淡淡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与其自己慢慢在先借 找不知道要找多久 还是直接让先借本地人代劳更方便 天道问天 没想到宁夜诚再度现实先借 竟然只是为了打听 一个女人和他的家族背景 不知是否是这个女人 冒犯了魔尊宁 若是的话 天道地宫院为魔尊代劳 天道问天双眸微眯 话中蕴含杀鸡 宁夜诚缓缓摇了摇头 目光确战放一丝冷冽 不需要 你只需将有关的资讯都告诉我就是 剩下的我自会处理 老夫明白了 老夫即可就通知其他先欲各宗 为您寻找有关的信息 天道问天心中一惊 感受到宁夜诚凛冽的杀意 全身已是感受到一股凉意 心中不由对落如荫背后的势力 暗骂了几声 该死的家伙 惹谁不好 偏偏惹了这个杀神 还害得他再上仙剑 又拆了他小半个天道地宫 宁夜诚不动手 他都想要出手拍死对方了 很好 过三日后 我会再来 到时候 若是没有我想要的讯息 天道地宫就该消失了 宁夜诚留下一句话 身形化作一道漆黑神红 眨眼间从天道地宫上空离开 离开的时间 似乎挺久了 该赶紧回去了 娘子他们可能快醒了 天道问天剑宁夜诚离开 松了口气 又想到他三日后还要再来 心中又满是苦楚担忧 若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讯息 他丝毫不会怀疑 他把天道地宫从仙剑抹除 因为以那家伙的恐怖实力 真的做得到 所有天道地宫子弟听令 即刻起放弃所有修行 所有人都前往各仙域寻找有关一名 有关落如荫的情报 凡是姓洛的 都给我查 另外 通知无极道宫等其他仙域势力 让他们也都协助搜寻 告诉他们 魔尊 他又回来了 是 谨尊老祖宗之名 天道地宫的子弟 第一次陷到天道地宫 如此严肃紧张的时候 不敢有丝毫怠慢 纷纷化作道道神红 朝着仙界各域分散开来 一时间 魔尊夜魔尘重归的讯息 传遍了整个仙界 什么 魔尊夜魔尘重归仙界了 魔界难道又要侵犯我仙界 完了完了 快去通知老祖 不好了 老祖他老人家 已经先跑了 听到魔尊重归 整个仙界瞬间为之动荡不安 无数人彻夜难眠 恐惧的氛围笼罩着仙界上空 这一夜仙界注定是个不眠夜 同一时间 魔界某处漆黑的宫殿内 数道身影为坐在一张硕大的圆桌前 各异的魔童都绽放出了锐利的光芒 魔尊大人现世了 哼 我就知道 伟大的魔尊大人怎么可能死了 可是魔尊大人为何不回魔界 魔尊大人现身仙界又是为何 打仙界不叫上我们 我这就带人杀上仙界 别冲动 聚训系魔尊大人早就从仙界离开了 不管怎样 有了魔尊大人的讯息就好办多了 找 就算是挖地三尺 也一定要给我把魔尊大人找出来 人见 妖狱森林 山林小屋中 躺在床榻上的洛如荫悠悠睁开了双眼 服下仙药后睡了一夜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的伤势几乎完全康复 虽然修味无法恢复了 但身上伤势基本无碍 剩下的也只需精心调养些十日就好了 没想到人界中还有如此奇效的仙药 洛如荫心中感到大魏惊奇和欣喜 见蜷缩在他怀中的洛红叶还在熟睡 恋爱的轻轻抚了抚他的脑袋 他本来都准备随时与这孩子告别了 现在又能继续陪在这孩子的身边了 洛如荫没有打扰到睡梦中的洛红叶 轻轻撑起身子环顾了眼屋那四周 却不见宁叶辰的身影 正要起身去寻找时 房门 枝呀 一声被轻轻推开 宁叶辰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药粥 走进了屋内 见洛如荫醒来 依靠在床头 便含笑问候道 娘子早 醒来喝粥了 你专门一大早起来熬粥吗 洛如荫问道 透过窗户看向屋外 屋外朦朦朦胧胧 似有朝雾 连太阳还未完全升起呢 卫夫先去外边闲逛了一圈 顺便就熬了粥 宁叶辰端着药粥来到床头前 坐到了床檐边 摇起一勺药粥 吹了吹地到了洛如荫的嘴边 与昨夜喂药室一样 我已经没事了 可以自己来了 洛如荫不是很习惯 这样轻易地被人喂食 昨夜是伤势严重 才没办法 现在伤势并无大碍 他就想要 伸手自己接过药粥 然而宁叶辰并不给他这个机会 在他手伸来时 又将手中药粥拿开 义正言辞地说道 不行 你现在身体还莫恢复 我来喂你 我身体真的已经不要紧了 洛如荫解释道 不行 我觉得你还不行 来 啊 宁叶辰却完全不给他这个机会 再次主动将手中药粥 喂到了洛如荫的嘴边 面带微笑地注视着他 洛如荫心中气愤 总感觉这家伙 就是故意非要喂他的 洛如荫傲不过宁叶辰的好意 指得不好意思地张开 红唇将成这药粥的勺子 含入嘴中 他都是四百多岁的人了 却像那小孩子一样 被喂食 对方还是一介烦人 这药是传出去 他都没脸见人了 洛如荫微微红住脸 咀嚼着口中药粥 美眸忽然一亮 药粥在口中化开 浓郁的药香和食材的香味 充斥在唇腔中 一股暖洋洋的暖意 流淌入他的身体 温养着他的全身经络 这药粥也不是普通的药粥 里面也融入了许多仙草灵药在内 还有细嫩无比 却无任何异味的药粥鲤鱼 他在仙界时时常吃过 一口就尝了出来 药粥鲤鱼不仅能够治愈体内 根骨与各处残留暗伤 还能够疏通经络 充盈体内灵力 就算是在仙界中 药粥鲤鱼鱼也不是时常能看到的 而他竟然在人界吃到了 药粥鲤鱼熬制的鱼药粥 味道还十分的好吃 这 这是药粥是你做的 洛如阴争大美眸 神色不可思议地问道 没错 好吃吗 宁叶臣笑着反问道 好吃 洛如阴下意识就回道 随后又立即摇晃了脑袋 现在不是探究好不好吃的问题 而是卫食魔 在人界会有银鞘鲤鱼 熬制的鱼鱼 鱼 是从哪里弄来的 嗯 屋子后山不远 就有一滩湖泊 鱼是从那里抓的 湖里抓的 洛如阴很是诧异 用着怀疑的目光盯着宁叶臣 银鞘鱼鱼生活条件极为苛刻 必须生活在灵力充裕的灵泉之中 否则分分钟就会腐烂死去 怎么可能生活在人界的湖泊中 他怀疑 他对它说谎了 先前又是仙草灵药的 如今又是银鞘鱼鱼 这方小灵间 怎么会有如此多珍惜之物 魏夫没骗你 真的是在湖泊里抓到的 不幸一会儿带娘子 你去看看 宁叶臣真诚地迎上 洛如阴那审视般的目光解释道 他没有说谎 仙草灵药都是山里采的 只不过是百年前 他自己种在那里的 银鞘鱼鱼也是湖里抓的 不过也是他自己放养在里面的 好吧 洛如阴见宁叶臣 似乎真的不像在说谎 也就没有再过度追问 虽然心中疑点重重 但他还是决定 相信宁叶臣的话 毕竟他也只是一介凡人 不可能真的凭空弄到这些仙草灵药 或是银鞘灵鱼 待稍后他再去亲自验证一番就是 娘子 啊 见洛如阴不再追问 宁叶臣继续咬起药粥 味道他的嘴边 洛如阴张嘴一口口吃下 渐渐将之前的顾虑 抛至脑后 二人就这样举止轻力地反复喂食 殊不知 一只小家伙已经醒来 睁着圆圆大眼睛盯着二人的举动 洛如阴发现 洛红叶醒来盯着他时 正好又被喂了一口 立马面红耳赤 一慌张腔到了喉咙 猛地咳了几声 被孩子看到自己被喂食的场面 简直羞死人了 嗨嗨 夜 夜夜 你醒了 洛如阴定了定神 伸手抱起了洛红叶 只是脸上的红霞还未消退 爹爹在喂酿青 就像酿青喂夜夜一样 洛红叶看了一眼宁夜沉 随后又抬头望向了洛如阴笑道 洛如阴顿时不好意思 娇嗔地瞪了一眼宁夜沉 独怪这家伙 都说了他自己就能吃 非要亲自喂他 这下让孩子看到了 洛如阴这万丈风情一眼 反倒是让宁夜沉 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看不出来 他老婆略微生气的样子 也挺可爱的 原来女人生气时 也是有可爱一面的 爹爹 夜夜也要爹爹喂 洛红叶并未觉得 爹爹与娘亲举止 有什么不好的 反而觉得很高兴 张卓小嘴伸着脖子 也要投喂 宁夜沉温柔地 揉了揉洛红叶的小脑袋 也舀起一勺药粥 味到了他嘴中 这珍稀熬制的药粥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洛红叶来说 也是大补的 洛如阴开心地眯起了双眼 嘟起了婴儿肥的可爱脸蛋 坐在洛如阴的怀中 轻轻摇晃了起身子 乃生乃气的张嘴说道 好吃 爹爹做得比娘亲的好吃 夜夜还要 洛如阴脸上 一下子就露出了窘迫和落寞 原来他之前 做得都不好吃吗 他身为仙界一方女帝 不会料理 应该是很正常的吧 可听到自己 不如一介凡人 哪怕只是料理方面 还是不禁让洛如阴心中 感到深深的溃败感 好吃的话 夜夜就多吃点 听到孩子喜欢 宁夜晨心里也很高兴 再次摇起摇周 未进落红叶嘴中 不知为何 心里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比他去灭掉一个先帝 都要满足万倍 也不枉费这一百多年来 他躲在这里 每天自己练习做饭 学成了一手好厨艺 没想到 这随手练起来的厨艺 会在如今派上用场 也算是某种机缘巧合了 宁夜晨看出 洛如阴那落寞忧怨的神情 只觉得好笑 又摇起药粥 味到了他嘴边 娘子 轮到你了 洛如阴 有众被当作 小孩子一般投味的感觉 让洛如阴脸上 忧怨之色更甚 不过看到 洛红叶满心期待地 抬头望着他 他还是张嘴默默地 吃下了递过来的药粥 心中不得不佩服 做得的 却似乎比他好那磨一点点 望着宁夜晨 一直在为他们 自己却没有吃 洛如阴不由问道 你 不吃吗 胃肤不饿 你和孩子吃吧 宁夜晨笑道 他是在享受喂食的过程 身为魔尊的他 就算永远不吃都没关系 偶尔吃一顿 也是完全为了口腹之鱼罢了 洛如阴可并不知道 宁夜晨是那恶名远扬的魔尊 只当他是一介凡人而已 听说人介粮食尤为珍贵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山林间的 平吉山户 甚至会过着啃树皮的日子 他看了一眼房间内的 却似乎没有什么吃食储存 以为宁夜晨是在委屈自己 将食物让给他们 心中大胃感动 主动一把 从宁夜晨的手中夺过剩下不多的药粥 略微羞红灼脸 摇起药粥 味到了他嘴边 我 我和夜夜吃饱了 剩下的给你吃吧 身为曾经的仙界女帝 他竟然主动喂食一个凡人 说出可能莫人会信吧 但这也是为了报答他的恩情 再说了 他也算是他的丈夫了 应该也算是在情理之内的事 宁夜晨略微诧异 没想到洛如荫会要主动喂他 微微一笑后 欣然张嘴接受 这种被人投喂的感觉 他并不是第一次 曾经手下也有为他做过 但却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 这可比做魔尊的时候 有意思多了 一家三口 彼此互相喂食 其乐融融地度过了清晨的时光 吃完药粥后 洛如荫也感觉身体调养得也差不多了 全身也渐渐恢复了力气 于是就对宁夜晨提出了 想要出去走走的想法 既然这以后 就是他与孩子的家了 他还是要确保这个地方 足够隐蔽安全才行 顺便他也想看看 宁夜晨所说的仙草灵药 都是在后山采摘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于人界 能够生长出如此珍惜的仙草灵药 他很是好奇和怀疑 洛如荫伤势已经恢复 想要出门走走 宁夜晨自然是欣然相陪 三人走出木屋 洛如荫就仔细打量起了周围 木屋坐落在一处空旷的林间 四面被茂密的树林包裹 抬头望去 四壁巍峨群山环绕 算得上是较为隐蔽的地方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与世隔绝 四周渺无人烟 没有半个城镇人影 这对洛如荫来 说到也没石磨不好 若是能够在这影山稳度 过于声道也不错 娘子 为父带你去后山看看 宁夜晨对洛如荫 伸出手掌妖言道 洛如荫稍稍犹豫 还是将手掌放入了宁夜晨的手中 另一只手则是将洛红叶抱在了怀中 宁夜晨牵住洛如荫鲜柔的手掌 朝着后山漫步走去 后山树林中 一番奇特景象展现眼前 以两棵参天大树未见 大树内侧 郁郁葱葱 一眼就能望见 密布的各种灵光闪烁的仙草灵药 而大树外的这一侧 却与寻常树林 没有任何区别 地上生长的 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杂草灌林 如此巨大的差异 令洛如荫大胆惊奇 同一片树林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两个景象 宁夜晨微微一笑 牵住洛如荫 跨过了两棵参天大树的分界线 跨入的一瞬间 洛如荫清晰地感受到了 自己似乎穿过了 某个无形的结界 在结界这一侧美 遍地仙草灵药 珠木树已万计 空气中迷 慢着肉眼可见的灵力尘埃 宛如点点星光般耀眼 灵力充沛惊人 就像是没入了凌晨中 接受洗涤一般 全身都沐浴在天地间的灵力中 洛如荫震惊地瞪大了美眸 这地方的灵力浓郁程度思 毫不亚于仙剑 难怪能够生长出 如此繁多珍惜的仙草灵药 太不可思议了 人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惊讶过后 洛如荫心中 产生了一个深深的疑问 从跨过的那一瞬间 没入结界的感觉来看 这里应当是某位前辈 在这里布施下的结界 以灵力蕴养仙草灵药 所布施的结界 也是专门封存聚集天地灵力的结界 灵力只能入结界 而不能出 而人寿可以自行出入 能够不施下如此大范围的聚灵结界 对方修为必然不俗 奇怪的是 对方只不施了聚灵结界 却没有设下任何的防御结界 一点防范一时都没有 难道那位前辈 一点都不担心 他精心布置的药源 会被其他人或是妖兽作嫁衣吗 洛如荫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哪位前辈下洛人界 布置此药源 娘子 卫夫没骗你吧 那些药材都是在这里采的 宁夜城得意洋洋的向洛如荫介绍道 这药源可是他移植了不少仙草灵药 埋下了数万种子 耗费了他百年时间 才有料如今漫山遍野的仙草灵药 洛如荫点了点头 现在他终于相信了宁夜城的话 没想到木屋后山恰好就是这片仙药源 他的运气倒是好 让他发现了某位前辈的仙药源 洛如荫美眸好奇地从一大堆仙草灵药寻视而过 眼中惊喜连连 好多就算是他在仙界时 都极为少见的仙草灵药 千年的天险灵芝 冰蝉仙草 醉仙花 天哪 连七色琉璃花都有 洛如荫走到一株光彩夺目的花朵前 满目惊喜 花朵七色交融 花瓣呈现琉璃光彩 彩色的色泽在花瓣上宛如液体般流动 艳丽无比 七色琉璃花有着洗精法髓 奠定根基的效果 伏下之后 日后修行不仅可以一日千里 绝大多数瓶颈也会形如虚射般容易突破 即便是在仙界 无数仙门也都会为了自己的后代子似寻找一片七色琉璃花 而这里却有着整整完好的一朵 洛如荫看了看怀中呆萌乖巧的洛红叶 想要伸手去摘那朵七色琉璃花 但又收住了手 虽然他很想要给洛红叶服下 但他不能这么做 这可能是那位前辈特意种下的珍贵仙草 要是拿走了会冒犯那位前辈的 而就在洛如荫犹豫的这一刹那 宁夜晨已经上前伸手摘下了那朵七色琉璃花 将七色琉璃花递到了洛如荫的身前 娘子 送你了 你 你 你怎么能把这朵花摘下呢 洛如荫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这可是七色琉璃花啊 摘下后无法存活三日 三日过后就会枯萎消散 就算柳有根不在 也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重新长成七色琉璃花呢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相比洛如荫的着急惊恐 宁夜沉面带微笑 从容淡定 娘子 你难道不想要这朵花吗 我 我是想要 但是 洛如荫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说宁夜晨 他只不过是一介凡人 并不知道这朵花的价值 情有可原 何况对方还是为了他才出手摘下这朵花的 要怪也只能怪他没有及时注意到 既然娘子你喜欢 那就够了 宁夜晨再次将七色琉璃花递到洛如荫身前 与自己老婆高兴与孩子未来相比 区区一朵七色琉璃花 他可不在乎 洛如荫轻叹了一口气 接过了七色琉璃花 味到了洛如荫嘴中 事到如今 既然七色琉璃花已经被摘下 也无法挽回了 就算不服下 也只会白白浪费 若是那位前辈找来了 他再想办法 用一些鲜宝赔罪吧 洛如荫 吃下七色琉璃花后 全身浮现七色耀眼的光芒流动 片刻后 渐渐消散 身体肌肤 宛如兵姬育肤般 光滑无瑕 这还只是初步要效 之后 要效会 慢慢在他的全身经络根骨 发挥神效 吃完后的洛如荫 还吐了吐舌头 嘟起嘴巴 委屈巴巴的对落如荫 和宁夜晨说道 爹爹 娘亲 这个不好吃 洛如荫被落红叶这番 话弄得哭笑不得 要知道 这是仙界多少人 求之不得的七色琉璃花啊 这孩子还嫌弃不好吃 爹爹给你找好吃的 宁夜晨宠爱的 揉了揉落红叶的小脑袋 咸熟地走到一片茂密的藤条下 藤条上挂满料如水晶般 溢溢闪耀的葡萄 每一粒葡萄 都如小孩子的手掌般大小 晶莹剔透 果肉可见 这 这是水晶葡萄 这么多 洛如荫诧异地望着一大片茂密的水晶葡萄 长势还如此之好 水晶葡萄 虽然在仙界也常见 是日常的水果点心 果肉中蕴蕴含丰富果叶 还能够达到恢复自身伶俐的效果 在人界每一株水晶葡萄应该都是相当珍贵稀有的才是 这一大片的水晶葡萄果源 又重新整理了他对人界鲜果的认知 宁夜晨随手摘下一粒水晶葡萄 味到了洛宏叶的嘴中 笑问道 夜夜 好吃吗 好甜 好吃 洛如荫咬着水晶葡萄 甜甜笑道 宁夜晨一高兴 又摘下一大串的水晶葡萄 一粒粒喂给洛宏叶 洛如荫本来想要制止的 毕竟这可能是某位前辈的仙药园 他们已经不小心取走了七色琉璃花了 再拿走其他的仙草或是仙果 都有些不太合适了 可再看到怀中洛宏叶吃得这么开心 妇女俩这正心头上 他到嘴边的话也不好说出口了 这魔多的水晶葡萄 那位前辈应该不会计较吃掉的这一点吧 洛如荫心中这般对自己安慰到 就在这时 宁夜晨准备自己也吃一粒水晶葡萄时 洛如荫却神色慌张 赶忙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 你不能吃 水晶葡萄果叶中蕴含的灵力虽然不多 但对一件毫无修为的凡人来说 那也是致命的 一不小心可就会暴体身亡 宁夜晨一脸疑惑 为啥他种的他不能吃 不过下一秒 他就想起来 他现在在洛如荫眼中是个凡人来着 德却不能随便吃这种仙果 他平时都是论精吃的 现在却一粒也不能吃了 不然会被他看出来端倪 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身份了 虽然有点小遗憾 不过看到洛如荫为了他神色紧张的样子 宁夜晨心中还是很高兴的 为了装得像一点 宁夜晨故作不知地问道 娘子 魏氏魔魏夫不能吃 洛红叶也瞪着大眼睛 好奇地望着洛如荫 庞扶就像是在问 魏氏魔叶叶能吃 爹爹不能吃 因为这果子其实是仙果 你如果吃了的话 会有危险的 这里的很多东西都不可直接食用 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能随便食用这里的东西 洛如荫神色郑重地对宁夜晨告诫道 对于宁夜晨能在这里活到现在 他都感到诧异 将一些仙草灵药熬成药粥 当早餐浪费了大部分灵力 也就罢了 若是直接食用 怕是早就暴体身亡了 好 依娘子的话 多谢娘子的关心 宁夜晨微笑应道 洛如荫微微红了脸 撇过了头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担心他 可能因为这家伙是孩子的父亲吧 手中捧着水晶葡萄的另一小可爱 也听到了洛如荫的话 吓得两眼泪汪汪 就差要哭出来了 娘亲 那叶叶是不是很危险了 叶叶以后不贪吃了 叶叶不哭昂 莫是的 只要不要吃得太多 叶叶不会有事的 洛如荫赶忙抱着洛红夜晶 拍他的后背红包 真的吗 洛红夜双眼水汪汪的望着洛如荫问道 真的 酿青也不会让叶叶有事的 洛如荫柔声安慰道 洛红夜有着他的血脉 体质易于凡人 自然是莫是的 洛红夜这才停止了坠气 安心地趴在了洛如荫的怀中 小声期盼地问道 那娘亲 叶叶还能吃吗 当然 叶叶想吃多少都行 洛如荫还未开口 宁叶臣就宠溺笑道 手中又取了一粒水晶葡萄 喂进了洛红夜的嘴中 刚才还在害怕哭的洛红夜 一下子就又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洛如荫也是既无奈 又宠溺地微微一笑 算了 孩子开心就好 宁叶臣喂完了洛红夜 又摘了一粒 递到了洛如荫的嘴边 脸上依旧挂着 那宠溺般的笑容 洛如荫脸颊微红 微微张开洪唇吃下 他好像也渐渐开始 习惯被人喂食了 在宁叶臣的带领下 三人一路走一路吃 基本路过的能吃的鲜果鲜草 都尝了遍 基本都是宁叶臣为着洛如荫与洛红夜母女二人 没过多久 三人来到了一处宽阔的湖泊前 湖水清澈可见 水波荡漾 阳光照耀在湖面上 波光灵灵 不时有几条银翘鲜鱼 跃出水面 洛如荫一走到湖泊旁 就能感受到极为浓郁纯净的灵力 乍一看 才发现 这整个湖泊 都是天然灵液组成的 如此庞大的天然灵湖 尤为罕见 哪怕是喝一口 都能修味增长不少 难怪这里能够养着这魔多的银翘鲜鱼 这片仙药园带给他的震惊实在太多了 这都不由让他更加在一起了 能够弄出这片仙药园的前辈 到底是何人了 在灵湖的不远处 坐落着一大片的耕地 里面分位数个区域 分别种植着各种农作物 长势尤为诱人 洛如荫满眼震惊地走入耕地中 随手捧起了一株稻米 嗅了嗅 手中稻米晶莹剔透 那含微弱灵力 一股淡淡的灵气沁入鼻腔 这是用灵液浇灌种植的稻田 这 这是你种的吗 洛如荫回头望向灵液沉问道 长势如此旺盛 一定是需要灵液定期浇灌的 寻常人绝对不会如此浪费珍贵的灵液 去浇灌这些农作物 那位前辈觉不会做出如此浪费纯净灵液的行为 那就只能是住在这附近的宁液沉了 宁液沉得意自豪地点了点头 娘子 卫腹种得是不是很好 这可是他精心耕种的粮食 为了享受口腹之欲 他特意悬种下不少农作物呢 看到宁液沉一脸得意等待夸赞的样子 洛如荫脸颊不禁轻轻抽搐 心中一阵疼惜 那可是珍贵的天然灵液啊 竟然让他用来种粮食 简直就是暴殲天物 太浪费了 洛如荫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中不断地反复劝告自己 他只是一介凡人 不知道灵液的珍贵 不能怪他 dizendo 请不吝点赞 订阅